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钱就是万能吗 有钱不一定万能 但没钱却万万不能 那些口头上标榜我不在乎钱的人 实际上已经赚取了普通人怎么努力都赚不到的财富 达到了旁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有人觉得谈钱伤感情 这一定是没有钱和不愿意花钱的人才说的话 负担得起的人只会用最合适的钱解决相对的事 谈钱一点都不伤感情 没钱才伤感情 钱能解决生活中至少90%的烦恼 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是事 人们都懂得要攒钱 都离有钱心里不虚 买房 买车 结婚 生子 看病 哪一条都需要大量的金钱 但确实有这么一部分人 真的没有存钱的意识 年轻的时候一个人过 收入呢也够自己开销 加上一些毒鸡汤的洗礼 向他们灌输错误的消费观 鼓吹年轻人就该享受生活 趁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 到处走走 看看 开阔眼界 看过世界的人才会不一样 鼓吹懂得花钱的人才会赚钱 于是这些年轻人一到节假日 就到处去旅游 各种小子的咖啡厅 西餐厅等挨个打卡 不得不说 现在各种商家的促销手段很厉害 拍一个视频网上一发 各路消费者蜂拥而至 但大部分年轻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就是工资 光上班 加班都占据了他们一天 绝大多数时间 哪还有精力去搞副业啊 工资花完了又怎么办呢 现在各种网贷简直太方便了 手机上点一点 不用去银行 马上就能够借到不小的一笔钱 到了还款日还不上怎么办 拆了东墙 补锡墙碑 于是每个月都当月光族 因为过度消费 看起来工资不低 结果工资一到账 就是各种还款 无限死循环下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了中年后 人的经历会变差 接收新事物的能力会降低 越来越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 一不留神 就被新长起来的年轻人替代了 中年失业的焦虑只有过来人 才能体会有多痛 有些年轻人没有品尝过生活的残酷 目光短浅 不明白存钱的重要性 认为工作随时可以换 一不高兴就辞职 钱没了再挣就是了 蹉跎几年下来 年纪混大了 钱没挣着 结婚生子的重量再一压 钱的重要性 就能体会得淋漓尽致了 以为自己很年轻 其实中年一眨眼就到了 到时候上有老下有小 再不能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了 未雨绸缪 是任何时候都要记住 并且贯彻落实的硬道理 一 钱就是底气 任何年龄阶段 钱都是自己行走江湖的底气 只是到了中年后 这份底气的重要性 就会越来越凸显 人都想活得体面 但所有的体面都是钱给的 年纪越大 体会就越深 中年以后 存钱和不存钱的人生 都是不一样的 胡先生 34岁 和女友相恋多年 近年终于结婚了 爱情是修成了正果 可是他却突然变了 他是一个 一向崇尚自由的人 认为应该活在当下 享受当下 及时行了 甚至曾经是个多年的不婚主义者 他是个中年体育老师 兴趣爱好广泛 尤其喜欢户外 单身的时候 就经常与朋友一起旅游 没有朋友 他自己回外出 节假日 寒暑假 看他的朋友圈了 不是在旅游景点 就是在奔赴目的地的路上 一个没有编制的普通体育老师 工资能有多高 经得起大量的旅游开销吗 也许能吧 因为没有房贷车贷 父母在能力范围内 尽全力给他安排好了 他的钱 只用在个人消费上就行了 但是后来 胡先生家里 接连遭受亲人生病 去世的事 先是父亲 然后是外婆 再是母亲 不是老年病 就是癌症 去世前都进医院几回 每回在医院折腾好几个月 没有人不清楚医院的消费 非常普通的小病 进一次医院就能花掉几百 且看病不是一次性的消费 得复诊 得坚持服药 何况癌症病人的治疗 费用高的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 医保虽然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 但是哪个癌症的治疗 不得上不能报销的高额进口药啊 胡先生并不是大户人家出生的二代 父母在新一县城市 给他安排了全款房车 想必几乎亲近所有 家中三个老人身病去世 不仅花光了他家所有的积蓄 还跟老家的亲戚借了不少钱 在母亲去世后不久 胡先生终于决定了结婚 一是因为失去亲人才明白感情需要珍惜 二是结了婚 有了印性约束 能够减少自己的随心所欲 这样才能存下点钱 三是在他家遭受这么大变故后 女友没有离开他 这么好的姑娘要是错过了 依他现在的经济条件还要还债 恐怕是再过几年都结不了婚了 婚后 他终于不再到处游山玩水吃吃喝喝了 在家守着老婆 过着小日子 一起挣钱攒钱 二 有钱 不怕裁员 孙先生说这话的时候 情绪平稳 心态很好 言语中透露着十拿九稳 让人很难相信 他刚经历过一场大裁员 互联网大厂这两年的大裁员 真是屡见不鲜了 都知道这个行业工资高 也明白这个行业 要是碰上裁员 就是相当大规模的 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且这个行业的员工一到中年 就肯定面临被裁员的危机 但是孙先生 从街道裁员通知起 就没有一丝的胆怯 而且快速安排了裁员后的计划 其实 我没有想好该干什么 疫情严重 各行各业都遭受重创 那些叫你失业了就去创业的人 简直就是不动脑子的胡说八道 谁在这种环境下烧钱创业啊 闲钱多是吗 办好离职手续的第二天 孙先生就拿上了核酸报告 禁职去了三亚找件民宿躺平了 朋友问他 你不着急找工作吗 中年失业你不怕呀 干嘛要怕呀 我工作了那么多年 从来不讲究持船 有钱就存起来了 我是失业了 但换个角度看 我已终于有时间休息了 以前总是加班 很少陪家人 我媳妇怀孕了 趁她月份还不大 赶紧带她出来溜达溜达 再过段时间她行动不便了 我就得早点去给她安排月子中心 到时候又有的忙咯 生孩子养孩子 可是巨大的开销 孙先生不仅不忙着找新工作 还敢带着媳妇出去度假 完了再回来生孩子带孩子 这是多么大的底气呀 休息的这段时间 我顺便给自己充充电 再学习学习 调整一下身体和心态 去朋友公司入点小股 创业嘛 会的 但是不急 我也不需要那么着急 有家有孩子的中年人 要是突然遭受到失业的打击 恐怕一夜之间就能挤白了头吧 想活得从容一点 唯一的办法就是年轻的时候 要有合理的理财观 给自己备下一些身家 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 并不是在热爱和享受生活 相反 是在消耗生活 真正的热爱生活 是事事有规划 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很远 提前为将来做好保障 三 拒绝过度消费 有人说现在生活水平太高了 实在是存不下钱 出门就是花钱 生活中每一样东西都得花钱 在家躺着不动都得交物馆费 学会存钱 从拒绝过度消费开始 网购很方便 让人一看就觉得 这么便宜 不买我就亏了 日常囤货很有必要啊 每天不是在拆快递 就是在取快递的路上 买成了习惯 一天没有收快递 这心里面就空得慌 但事实上看看那些小玩意儿 是真的很有必要吗 非用不可吗 那些所谓的 极大的方便了人生活的 小物件发明之前 我们没有正常地活下来吗 诚然 靠科技改变生活 让自己过得轻松点是应该的 但是表面上方便了生活 实际背上一身债的时候 想过这些钱该怎么还吗 活得轻松的首要条件 是有足够的钱 才能支持你 用科技产品来方便生活 注意 是方便生活 不是改善生活 方便是改变生活方式 改善是提高生活质量 得靠钱的力量来实现 人为什么一不小心就过度消费了呢 一是因为现在的商品的多样性 和市场更新速度 太过吸引人眼球了 二是手机支付的便利 信用卡 某杯 某东白条 以及各种消费的分期 给人产生的数字错觉 乍一看 好像没花多少钱 因为每一件单品的价格都不高 但是七七八八的东西凑在一起 就不是小数目了 及时止损是最高级的自律 停止不必要的多少 就是及时止损中重要的一项指标 存钱是止损延伸的自律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给你当头一棒 把你从安逸的人间拖到可怕的地狱 人到中年 兜里有钱 是对家庭最大的保障 是一个家的定心丸 也是个人拥有最大的风险抵御能力 有没有钱 在关键时候 还能决定亲人的生命线呢 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一不小心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就能击垮一家人 将全家的生活 打回解放钱 兜里没钱 生活经不起任何意外 你也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甚至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